举骑驻魂 锻造公安铁军 金手初心 拥抱魏民情怀 戳力奋发 赌行不代 再起新征程 更续前行 奋集征仙 建功新时代 天网栏目系列节目 忠诚祝平安 即将播出 高游市灵堂回族乡 是江苏省内唯一的少数民族乡 位于全国第六大淡水湖 高游湖西畔 乡里居民多是以捕捞鱼货 水产养殖为生的渔民 最近 当地水产养殖大户老泉 遇到了一件闹心的事儿 我们当时就是一直泡养殖 当时养殖市政府有个三个工程嘛 泡了三个工程的时候 当时就是回到热江水道 靠岸边的一公里向外 为往群木吃醋 公司了我 所以为往你的往为必须要吃醋 老泉口中的二六三工程 是近年来江苏省加速推进 江淮生态大走廊改造的工程之一 落实到高游湖这里 就是要退往还湖 恢复生态 高游湖周边的渔民 在与政府相关部门 签订了补偿协议后 陆陆续续退往上岸 老泉却对这件事情有点情绪 赔偿问起来 几百块钱一亩 那是远远不够的 他为往样子投肿起来 要比土牢要大 当时是肿投了的时候 三十万块钱左右 他每年要投本 放鱼苗 别的东西每年要大几万块钱 我们跟他们两个概念 按照老泉的说法 那些同意退往的渔民 从事的是捕捞作业 除了一条渔船 捕捞网 加上每年几百元办理的捕捞证 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成本 而自己属于围网养殖 不仅要与当地村委会 签署承包湖面的协议 办理各种手续和缴费 还要年年投放鱼苗 每年投入的资金 远远高于捕捞作业的成本 因此他对于捕捞作业 相同的补偿政策不满意 老泉是我们林堂进行围网养殖 面积最大的一个居民 面积是四百多亩 相关职能部门 在与老泉沟通的过程中 双方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 老泉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多次协商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 最终老泉选择报警求助 老泉 泉老板 老泉 泉老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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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无非就是这几个诉求 第一个是核东没到期 对吧 第二个就是这个损失 现在湖里这么多鱼要瞎的 就是没销售完了 损失怎么算 第三个就是今后 这个去哪儿养殖 工厂 我们是不可能再当工去 肯定是要搞一块 我们自己的事业 就是搞什么养殖的 当时他们铃铛派说 找到我以后 他就确实说 你还是相信这个政策问题吧 也不能说你想不辞就不辞的事情 我想想是来是来 也是有一定道理 也不能说拖政府的后腿 我说撤还是要撤的 但是你要给我个 很好的答复理由 到时候我们在团上的人 还要吃饭呢 这个矛盾呢 在那双方的角度 都有一定的道理 也很难分清对错 有些是村民跟村里之间矛盾 有的是村里跟职能部门之间矛盾 这些矛盾呢 等于说单靠一个部门 它其实是很难把它解决掉的 所以说我们就创建这个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是在灵堂派出所上一任所长 全国公安二级英模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刘玉山带领下创建的 目的是充分发挥民力 有效释放警力 作为继任者杨成 则在原有会议制度的基础上 进行了新的改革 在圆桌会议上 有些当人他是不好表达的 或者说的有些职能部门 他也不敢说的直接表态 容易造成圆桌会议的影响力 跟供应力的下降 我教大家 你凡事都要做预案 都要做情报收集 不能云 凡事遇则利 不遇则非 那么你召开圆桌会议之前 你先让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 双方在各自那一步 求同存异 最后就前期工作 做七七八八的时候 最后上圆桌会议 这样的话 双方就比较容易大成一致 我的要求 基本上圆桌会议 最多不能超过三次 一般的小的矛盾 你最多就一次两次 就必须要把它化解掉 针对老全的情况 灵堂派出所民警 走访了当地一个 养殖品牌的创始人 帮助老全与其洽谈 持堂养殖的合作 在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准备后 民警召集了一次圆桌会议 有请老干部 老党员 老长辈 老模范 老教师 组成的古老 连同法律工作者 相关职能部门 村干部 一起坐下来 参与协调 处理这件事情 今天召集的工作单位 人员非常多 你要把你心里面的所有问题 跟我们这边 进一步在这边确认一下 比例都好办 现在主要的是 我们上岸以后 我们怎么生活 比这个人民上岸的 这个地方一块 这个地方都可以接你 你可以打申请 把它这个浓一浓的尿 我们都把这个系维子 要积极帮助你 在这个 往前 相关的身上 当然在咱们的 实际过程中呢 可能还有很多困难 需要解决 你要相信政府 我们的配套政策 一定会跟上 什么这个时间呢 可以适当地放宽 包括 针对老权 提出来的这个商务问题呢 这个我们集中沟通 在圆桌会议上呢 这个不分双亚集 不摆架子 不踩杠子 民事民意嘛 主要的这个想法 也不是说 从这个面上 解决相关的问题 而是要从根本上 解决产生的矛盾 在圆桌会议上 各方充分发表意见后 相关职能部门 准许老权分批退网 待湖中水产品 完全成熟 打捞后 再全部退清 同时 对老权的搬迁设备 也给予一定政策支持 对于这样的调解方案 老权表示认同 当场表态 会积极退网 绝不故意拖延 林郎派出所民警 都帮上次调解事情 发现他们来调解事情 很能人也能够的 对我这一块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几乎把我的情况 跟村里的情况 跟上级的这种情况 都相集合的以后 他做的对我还蛮满意的 林郎派出所的民警 大力的支持下 跟村干部调解 什么事情 学商事情 都把整个事情录设好了 还是没有好的 圆珠会议后 民警抓紧帮着老权 落实池塘养殖的相关事宜 多次到实地测量 确保老权原有的养殖面积不变 从湖中的围王养殖 到池塘养殖 环境的改变 给老权带来了意外的收获 比以前变化大多了 改变 改变多了 以前在湖区域 都是几乎是风浪 有台风 但是那个风险大一点 但是进了到池塘养殖的时候 风再刮怎么样 对池塘它没方案 我们也加入了高油行业区会 大杂系行业区会 在民警的帮助下 老权还成立了自己的销售公司 注册了自己的品牌 经营收入明显增加 经过我们多方努力之下 老权上岸之后 激烈水产品 远销上海北京等地 目前它的收入 为它围王养殖时的收入 2.3倍 因为老权也是我们围王养殖里面 面积最大的一户 我们动员老权上岸之后 对其他围王养殖的渔民 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领 促动作用 在我们多方努力之下 平常围王养殖的渔民 已经全部上岸了 能使我们国家退职还湖 退补还湖的这个政策 得到了很好的落实 在老权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后 灵堂派出所民警 考虑到由于养殖池塘 靠近公路边 安全问题要提前预防 于是又加强了 对养殖池塘周边公路的 夜间巡逻 防患于未然 近年来 灵堂派出所推行的圆桌会议 为当地群众化解民事纠纷三百余起 确保了无矛盾上交 无民转型案件 五月级上访发生 实现了由派出所单一管理 向联动共调共治的转变 灵堂派出所地处江苏安徽两省三市交界之处 交通遍地 人口流动量大 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十分繁重 对于防隐患 防案件发生 我们组建了一百多人的平安少工队伍 这些队伍含网格员 村社区干部 志愿者 保安物业 快礼员等 我们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培训和业务指导 我们给他们制定工作方向 任务清单 讲诚办法 我们要求他们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 走街穿巷 发挥隐患排查 服务行动 矛盾化解等方面的作用 一名平安少工向民警反映 清真村村民老童家的藕堂 和小熊家的稻田相邻 前些天小熊用无人机给自家稻田喷洒农药时 可能污染了老童家的藕堂 两家人为此发生了矛盾 为了避免矛盾计划 民警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立即赶到清真村了解情况 小熊在使用无人机 给他的稻田进行除草的时候 可能当天风向有点问题 导致了部分的除草剂 洒落到了老童的藕堂里 老童的藕经过这几天 生长突然发现 明显有一条直线在这边 就边缘都开始发黄了 下面的藕 它感觉有减产的可能性 我这个藕堂 藕堂给它制造的无人机 打死的骨骨 两天之后我到藕堂上来往的 藕堂给它打了一批 大概有一百多亩亭 我这个皮上的一百多亩亭 算在它打来挤着碗 它不肯才能办行 怎么办呢 最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些养殖大户 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的增加 投资全部在这些农作物养殖上面 一靠天收 二靠人养 他们可能就是承担不起农作物 就是减产或者绝收 带来的这种损失 所以说情绪都有可能比较激动 拍几十万的 四十多万的 你说你一堂藕摘下来 你把藕全捧出来卖 你也卖不了四十万的 我说它的藕 也可能是由于气候的 环境的因素 你不可能全是一口咬定 就是我撒农药 都是枯萎 你莫名其妙地跑过来 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恐怖要赔偿 不能说你说你要多少 我就给多少 那你这个机身单单身机 那我这个赔不完 我这个赔得倾家荡产 我也赔不完 我们首先要把这件事情的原因 给它弄清楚 老童的藕业发生了枯黄 然后有可能造成减产 究竟是不是由小熊的这个除草剂导致的 即使是它造成的了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减产会达到多少 百分之多少 所以说我们也从这两方面入手 就是找到问题的根源 然后再帮他们解决问题 对对对 按照这个思路 我们首先呢 邀请了我们的这个农技人员到现场 当着双方面 我们进行了一次取水 把水样取回去 进行检测 就是有没有它当天使用了这个除草剂的成分 民警 生态环境局跟农村农业局 他们这边呢 一个帮我们做那个水样 跟那个行里面的那个泥呀 也进行了那个采样 进行说来说是泥土跟那个水质呢 没问题 都是合格的 就是说在它藕业上面 可能就是说有一部分呢 就是说除草剂的残留 当然的量不大 农机人员告诉我们 这个除草剂的成分是会造成藕叶酷黄 造成部分减产的 确定了这件事情跟这个除草剂有关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难题呢 就是如何去鉴定一下它这个减产 究竟会造成多少 是10%还是20%还是30% 我们也不知道 它鉴定下来了 我肯定说 如果说是我的原因 但是我招任我赔了 最后我们就谈那个赔偿问题的时候 老童比较激烈 首先我们让老童你提供一下 往年你的产量是多少 你一亩无偶这边对你造成了多少损失 你首先要提供一下你往年的数据 然后呢我们再看你今年的数据 如果说你平时往年都是1000斤 你今年800斤 那么的话我们这200斤的差距 我们可以去做小熊的工作 让他对他进行一个赔偿 这个事情呢 后来经过我们多次的工作 小熊这边呢也表示了认可 灵堂派出所再次启动了圆桌会议 进一步落实关于赔偿细节问题 和具体实施的流程 通过远渣 通过派出所命运 东西条 或者通过农业 三年部门 在多方面的协调 最后把我们 达成了一个协计 提供我 老外国级的孙生 我感觉对的就是 对我们的一个处理来 我还是 兴奉 口奉 我觉得很感谢他们 双方协调之后 然后通过他们中间 把我们磋商 然后解决问题 而且是有个实质性的解决方案给我们 然后我们也深刻地能感受到 他们对我们的照顾 或者是关心 都是非常明显地能感受得到 我们的平安少工 他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个问题 可能在这个事情 刚刚有萌芽的时候 他就向我们进行了个汇报 这是我们的眼睛的功能 随后我们也使用了圆桌调解法 来调解了他们这个矛盾 事实证明效果挺好的 在这件事情处理完毕之后 我们也要举一反三 也要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毕竟我们这边也是个榆米之乡 农业养殖也在走向现代化的路程中 我们也要防止 以后再次发生无人机的使用问题 把它飞起来 我们邀请农机部门 对他们进行一个现场的培训 这个培训的目的主要就是什么呢 一个一定要把这个责任心 给他们再落实了 让他们在作业的时候 尽量要考虑到风向飞行的高度 不要把药业抛洒到其他的地方 影响到周边的一些养殖的动植物 或者一些工厂 或者有什么有人家居民住宅的地方 我们要把这种风险规避掉 2019年 灵堂派出所被公安部表彰为 全国首批封桥市公安派出所 全所民警秉称封桥精神 在工作中做到矛盾不上交 平安不出事 服务不缺位 2022年5月 灵堂派出所又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称号 警民与居民亲如一家的关系 使得灵堂派出所辖区内的发案率逐年下降 社会满意度逐年提升 任何的方法那只是技巧 思想才是主导 你只有说真正地想到为人民服务 把为人民服务当成一件快乐的事情 你才会真正地践行为人民服务 这个民也是涵盖企业 涵盖企业家 涵盖企业职工的 所以说我要求他们 要必须要经常性地做房企业 而不是等企业过来找我们 灵堂回族乡民营企业达300余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55家 产值过亿企业14家 上市公司一家 灵堂派出所因事质疑 为了把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落到实处 他们搭建了一个以灵堂派出所为主导的 景企党建鸿蒙服务平台 当时我主要的任务就是 进到各个企业去宣传景企党建鸿蒙 而这个景企党建鸿蒙平台的目的 是为了以平等 自由 交流 互助的一个方式 把我们公安系统和一些非公企业 进行一个联合 通过挡建联合 去达到一个互企 互伤的一个作用 当时派出所跟我们企业联系 让我们加入这个景企鸿蒙的 一个企业成员单位 我们是一个非公企业 关于建立景企鸿蒙 当时我们这个想法 意识这块还认识不到 当时我对这一块不大理解 主要的难题就是 一些企业家们 他们觉得去一个企业搞挡建 并没有那么需要 所以一些企业家也不是很能理解 当时我们所领导和我们一起去商量 怎么样去解决这样一个难题 后来我们就想到了 我们带企业家们去参观 党史学习纪念馆 还有一些开展党史培训 党史教育活动 让他们通过学习参观培训 去增加思想动力 通过这种学习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建党伪业 百年党的这种 建党的这种厚重感 这样的话让他们也能觉得 在思想境界提高之后 能够与党中央 我们的国家政策保持一致之后 给企业的发展也提供了别人的动力 这样来说我们很多的企业 也愿意自愿加入到 我们这样一个 景起党界鸿蒙的平台中来了 通过派出所对我们进行一个党史的教育 上党课 讲党史 让我们对景起鸿蒙这一块 有个较深的认识 因为我们近期生产比较忙 员工下晚班的时候 路灯关得比较早 我们跟派出所反映了一个路灯 延迟关闭的一个时间 当时因为正值夏日 我们用电高峰期 相关职能部门就把这条路的一个灯 开放时间由原来的12时 改成了11时关闭 所以这就导致了企业在12时交接班的时候 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后来我们就通过走访相关职能部门 请求职能部门的协助 将这个路灯的开放时间进行了延长 或者说我们采用措时分时的方式 进行一个供电 这样的话能够让员工回家的路 能够让得起来 来 大家往这边走 如果车坏了的话 需要修车的话 我们这边有服务点 那我们那边可以把车后面贴个反光贴 这边停一下可以贴个反光贴 大家慢一点 慢一点 我们也采用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比如说我们给这个企业所有的电动车 摩托车 自行车 进行一个量尾工程 就是给他们的车后面贴上一些反光标签 这样的话在行车的过程中它也有一定的帮助 当时我们做完这些措施之后 这个企业还是挺感动的 通过这次这个路灯的这件事 我们更加重视这个景起鸿蒙的一个建设 还有一个挡建的建设 通过这个景起鸿蒙 我们对这个员工的一个普法教育 也进一步进行加强 好 各位同学们 我是高游市公安局灵堂派出所的社区民警 也是大家的法治副校长 我叫陈电秋 今天来给大家上一个开学第一课 我们的课题叫以法之名守护少年的你 所以后期我们在景起党建鸿蒙提出之后 我们就想到了景下学校 通过向学校派驻向我们法治副校长 法治员 包括法治类的战志老师的方式 去给学生们讲解一些相关法律 比如说交通安全法 对吧 比如说我们未成年人保护法 这一些法律 去防止学生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思想的奇变 去帮助他们走在一个正轨上去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景起党建鸿蒙 延伸出来的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来 这 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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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来一个中秋节 过来对你进行慰问 每年都有讲庄 是不是啊 像你弟弟 你弟弟也是 不计上幼儿园还是什么呀 也这么多讲庄 一个就是这个学习用品 你把它说好 中秋节这天 按照往年的惯例 灵塘派出所民警 要走访辖区内的帮扶对象 和困难家庭 这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但是越是重大的节日 我们公安就要打以精神 全力以对 保证大家过一个和谐 稳定 祥和的节日 灵塘所 所有的民副警 以敬业 忠诚 担当 来履行职责 用厚度 深度 广度 来服务群众 使民生变长生 民意为满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